土耳其依靠巴斯坦窃取中国战机和无人机金属 拉拢巴铁搞五大机 土耳其只为了获取中国武器机密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土耳其空军代表团阿曼代表团 哈塞克斯坦代表团 最近专程访问了巴斯坦专门参观骁龙战斗机的生产线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是土耳其空军代表团 因为现阶段土耳其根本没有采购骁龙战机的寻求 那么其空军司令还专程前往骁龙三战机的座舱 进行细致考察就很让人玩味了 此前简中网络上就曾经一度流传出 土耳其依靠巴斯坦出卖的中国无人机金属 拿下了沙特的巨额无人机订单 此次土耳其再次拉拢巴斯坦 加入其国产五代机TFX项目 引起外界出目 要分析认为 土耳其看上了巴斯坦航空工业能力 尤其是双产骁龙三战机的生产线 但也要分析指出 土耳其的目的是为了窃取骁龙三 高度现代化的战机航电等先进技术 之前是无人机 这次是战斗机 窃取上瘾了 因为此前巴斯坦引进中国骁龙战精时 获得了中方提供的生产线 具备制造战机机体和一部分系统的能力 其战机生产的工艺水平也不错 土耳其打算将其应用在其TFX项目上 毕竟在飞机航电设备方面 也是土耳其的短板 巴斯坦和土耳其两国都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为主题的国家 巴斯坦在中东地区有两大盟友 一个是金主沙特 沙特是巴斯坦的钱袋子 向巴斯坦提供了很多资金 包括采购先进武器的 另外一个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长期和巴斯坦保持军事合作关系 巴斯坦这些年陆续开始向土耳其订购军舰 武装直升机和合作研发无人机等 对于土耳其来说 巴斯坦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外销市场 也有一定的航空工业能力 巴斯坦对于土耳其同样也有所求 因为此前巴斯坦和西方关系较为密切 先进武器装备全是采购自美国 包括F-16战斗机 AH-1武装直升机 但是这些年 巴斯坦和美国的关系出现波折 美国不仅停止了对巴斯坦出口F-16CD 也表态相应的维护和服务 也不会再为巴斯坦空军的F-16战斗机提供 而土耳其作为北域国家 本身也拥有大量西方武器装备 拥有自主组装生产F-16战斗机 和综合升级维护能力 因此 巴斯坦专门寻求土耳其 为其F-16提供维护服务 此外 巴斯坦方面也向和土耳其 在五代机的合作方面 积累先进战斗机的研发经验 土耳其方面看重 骁龙三的航电技术水平 因为按照成飞的公开数据 和巴斯坦对于骁龙三的展出 我们能够知道 目前的骁龙三战斗机 装备了先进的数字化座舱 先进的头盔显示器和HUD平显 完全称得上是五代机水平 因此 土耳其空军对骁龙感兴趣 并不令人意外 至于此前 网传巴斯坦出卖中国无人机技术 导致土耳其拿下沙特无人机订单的 相关消息传闻 根据核实也缺乏可信度 因为按照简中网流传的是 拜斯坦将采用中国技术的巴拉克无人机 出口给了土耳其 但巴拉克无人机完全是一款 技术程度较低的中小型查塔硬体无人机 土耳其早就有了同类的TB2无人机 而土耳其在无人机方面 虽说基本依靠西方技术堆砌 但靠着土星结合的方式 开发一些中小型无人机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消息基本上是空穴来风 而此次 土耳其对于巴斯坦的骁龙生产线感兴趣 虽说没错 但是也不存在泄密的可能 比如说骁龙3关键的设备 有源相控阵雷达和航电设备 还是中国负责生产 核心技术在中国手中 巴斯坦尚且不具备制造这些先进系统的能力 核坦掀灭给土耳其 当然这些技术本来就是为出口战机外贸专用的 巴斯坦作为骁龙战机的研发方之一 肯定是希望土耳其能够用上更先进的中国国产外贸航电设备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被西方卡脖子的风险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土耳其和巴斯坦进行五代机的合作也是各取所需 中方从外贸的角度上讲 出口航电设备也不存在什么问题 因为这些设备本来就是用于出口的 这些设备起来的东西 哪有加坏? 那么这些设备起来的手 presses